古代低配版相亲大会正式上线 今天我们的女嘉宾就是来自东宫的小姨妈胡善祥 作为胡尚义的养女 她身居东宫多年 所以一直母胎单身 为了在宫里找一个好夫婿 同时也在小姐妹大力支持下 终于鼓起勇气参加这次的相亲大会 那我们也赶快来一起看看吧 媒婆一线签 珍惜这段缘 胡善祥刚一入场 全场男嘉宾就爆灯了 首先为胡善祥爆灯的是来自上书房 负责扫撒的一号男嘉宾 神武和二号男嘉宾马六 两人作一开始就直勾勾盯着胡善祥 看到他都不好意思了 除此之外 御善房的三号男嘉宾和四号男嘉宾 更奇迹为胡善祥爆灯 还直言说要给他做饭 经过第一轮的爆灯 胡善祥表示很无奈 因为暂时还没有出现一个和他心意的男嘉宾 虽然自己要求参加相亲 但是怎么也没想到 都是一群没有共同话题的人 你就弄这些没脸没痞的人来见我 我不听了 不得已相亲大会中场暂停 相亲进入第二轮 这次男嘉宾可经过了慎重挑选 得到媒婆非常高的认可 据说男嘉宾金荣是一个非常老成的人 身边家传万贯受不上 但肯定是一个富有的人 因为他曾经给皇上立过汉马功劳 成功帮助皇上躲避着建商 胡善祥本以为男嘉宾会是心目中的完美男友 但是不盼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最后选出的男嘉宾 选择和想象中天差地别 年纪大到能喊爷爷了 这次相亲大会 以失败告终 吴善祥欺步成生 因为又要恢复到单身狗的日子了 看来相亲大会还是得谨慎 媒婆选的男嘉宾 误差实在是太大了 自己出手才是王道 还想获取更多精彩有趣的内容吗 赶快关注大明风华吧